今天我的岳父大人要杀了一只小羊 我送来了一点点这个小羊排 可能有个十四五斤吧 咱们简单吃一个我们本地特色 干奔羊肉 不加一滴水的炖羊肉了解一下 这小羊排真的蛮漂亮的 拿小刀把羊排给它卸开 把羊腿剥粉给它卸开 可以呀 咱们拿到咱们的案板上来吧 砍完以后有点粘斗的 咱们给它分割一下 然后给它泡里边 稍微来点水 咱们把这羊肉简单给它清洗一下 准备点洋葱 只要咱们的手速足够快 没有背上只有碍 准备一块姜 咱们这个姜来上一半 准备点这个红葱 这是我们本地的特产 属于羊肉最好的伴侣 巨型解腻增香 而且这个红葱多少还有点滋补的功效 属于一种它好你就受不了的这种男孩帮帮草 俗话说古有九阳神功 今有内蒙红葱 吃完以后特别厉害大理出奇迹 OK一切准备就绪 这是咱们泡好的羊肉 接下来咱们就开始制作 咱们先把红姜洋葱给它铺到底部 平平无奇的小锅 倒到锅中 这些羊肉在浸泡与清洗中 失去了很多的血色 显然已经吐汁了太多 年轻人不懂得节制 然后咱们来点这个辣椒段 盐 为每香挺一把盐 这个羊肉比较吃盐 盐可以多放进去 一勺花椒粉 一勺姜粉 盖盖全天小火一个半小时 准备点大蒜 准备点香菇 然后把这个香菇切成小片 这里边稍微来个生抽 盐 蚝油 这羊肉直接就把水和油熬干 首先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点油 油一两层热 咱们把香菇下倒锅中 先给它边香边熟 遇到这种情况 先不要慌 简单发个朋友圈 这属于专业动作 一般人不要模仿 然后咱们把小油菜也下到锅中 同样给它炒出断生 以前浇好的碗汁 沿锅边 撒入点锅中 然后来一点点水溅粉 哈喽 哈喽哈喽大家好 哎呦我天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哎呦太热了 这两天气温回暖了 咱们来来先来一口 我这避连刀法切的羊排 非常完美 好 好 好 还说不说啊 这羊排还蛮多苦的 想吃就这么不错 结果的 味道还是很软 肉皮 可以吃 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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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满爽 超满爽 羊排稍微再来一块 你们看一下这个肉质 很饭 但是很可爱 就是很耐熟的 但是 пох饭 很因为无诗耶 是不曉得花了 觉得刚刚才 washer 再来一个战俘的小羊排 今天这个羊肉 老丈人撑不起我 有点脚 比较好 这个羊肉 比较好 那么脆 所以我来说 我吃了一个经典的 我吃了一口 我吃了一口 吃了一口 我吃了一口 小吃 我吃了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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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我喝了一口 cribe it to the the I'm a lot of 太脆了 很不舒服 好 再吃 把它吃 好 這個 它就像是這麼吃 很好吃 很美味 所以说还是蛋糊这一块的这个肉质啊 不是特别性的 羊肉真的100分没有盖饭 他们荤苏搭配一样美味 哇!! 我吃过很爽 它没说过 我不管 可是你是在热的 只是热的 手 有些热 热 是热的 微不吃 我今天就很高 不久